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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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非常不應該 也是明顯的假訊息 警方已經主動偵辦 希望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高雄市的新聞局長往前之後 他說希望看到 等於說賣主座後 高升為現在最高的行政所長的您 然後說希望 但是他沒有看到這個局的政績 那可以請大家看看我的臉書 請大家每天早上看看圖卡 就知道行政院是多麼認真辛苦的在做事 香港主任衝突很嚴重 那黃之鋒他是呼籲台灣要修難民法 可是台灣有空間可行嗎 台灣對於人權的尊重 對於自由民主的程度 舉世肯定 我們對於相關都有 應該有的法律機制都非常的完備 我們都可以來運作 可是院長要什麼防範假新聞 這一個韓國瑜 就是你要呼籲對手跟自己的支持者 雙面都要等級嗎 尤其當選戰已經進入到一個非常倒數的時刻 凡事假的都很不應該 尤其對於人生的冒煥 我們都予以譴責 那我們覺得無論是平常各種訊息 都已經不該有假訊息 選舉更應該用公平的機制 大家應該理性的判斷 不要有認可人生攻擊 更不要有假訊息 那總部王前秋他有說到說 他說看到你動不動發官會 發官會來指責地方所長 我對地方都非常的關心 對於所長都只有鼓勵 我當然也基於職責所在 都會要求所有的首長都應該堅守崗位 努力做事 才是符合選民的期待 對於之前有講到公文的這個比較部分 那托文哲他有講到說這個太鼓勞 什麼 對於之前有跟韓國瑜PK說公文 那個什麼 太啓勞 就是 啓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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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啓勞還是啓勞 啓勞 你的台語要練一下 唉 我覺得首長最重要的是有沒有認真 首長最重要的不在於公文數量的高低 而在是不是認真做事 包括公文 我當行政院長從第一份公文送衛星上太空 到這過程中包括對高雄市登革熱的補助 對於受災民眾的補助等等 都是在第一時間都非常到位 行政院長批的每一份公文 都關心福國利民都非常重要 而我們也看到首長比的不是公文的高低 而是你在方方面面 從態度 從做事 從領導團隊的每一方面 你是不是有對得起選民 對得起你當初對選民的承諾 以及你是不是身先士足 你是不是足夠做為整個團隊的表率 而不是只是個人或者只是做秀 或者只是為了自己的政治權位的爭奪 這個選民其實對眼睛都雪亮 以台灣今天的透明度 以台灣今天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選民也都不是傻瓜 我還是呼籲所有的首長要負起責任 堅守崗位 才是符合選民期待 謝謝大家 我們還是要不斷的努力 然後對選舉 我們當然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但是也不能掉以輕 原來要努力 怎麼努力 因為對手現在高雄都是反向 就要減少犯錯 然後有一些重大的改革 持續推動讓人民有感 部長今天PTE上面網傳說韓國瑜日山跳紅 假新聞整理這件事情 我想假訊息 這種試圖毀謗也好 或者是影響個人的名譽 這個都是有行者 也呼籲民眾不要以身釋放 那治安機關也在第一時間就立刻偵辦 可以嗎 謝謝